欢迎回到衣服进来现场 现在有我们的新闻人员来到现场 热烈掌声欢迎 这位学生最近在高中间当中议论不停 有人说他是最棒的学生 又是偏才又是快 有人说他不应该去被推荐的 热烈掌声来欢迎邝超来到现场 哎呀很多人都想来看看邝超的真面目 邝超看到了 但是先不让邝超讲话 我们卖个关子 还有另外一位新闻人物的 今天该来到现场了 他也是有个第一 他是什么第一呢 他是当时的时候呢 就热烈欢迎在内地当中 第一个提议来推荐制的中学校长 他觉得就应该采取这种实名制 现在果然北大爷采纳了他的建议 他的看法又是说 首先连线他 对对掌声来欢迎我们在电话外的 叶翠威校长 欢迎叶校长 叶校长你好 一虎先生好 叶校长你好 叶校老师杭州市第二中学的校长 也是第一个首次倡议 要让这个推荐制的校长 而现在北大爷采纳了之后 你对于外界这种的任何的拼困 你的反应是如何 请回应一下 校长 第一个我万万没想到 这么一个很普通的事 成为了一个新闻事件 因为做一个校长来讲 只是想为优秀学生 做点很实实在在的事 第二个也感到 大家在热议这个事的过程当中 也表现出来了一种相当的 一种理智和冷静 这也更加坚定了我 怎样把这件事做好的一种决心 当然我想作为一个校长 提出在一个初衷很重要的是 基于第一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 的的确就需要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当然第三个在现行的这个社会背景下面 一个校长能够勇敢的站出来 用自己的人格 用自己的良知 用自己的诚信 做抵押 为优秀学生 做一份这个推荐 我想这是在情理之中 当然我想更高兴的是 看到北大 有这样一种岗位天下性的风范 终于让这样一个事件 刮收地落 好 感到很欣慰 曾经在八十年代也有类似的推荐方式 只不过是现在我给整个这个推荐方式 有的一个钳制性的设定 就是校长实名推荐制 也就是说这个学生是龙还是副校长 要以自己的人格诚信 信誉 做一个担保 好的 谢谢 谢谢叶校长的电话连线 谢谢 叶校长的电话连线 一晚 很多人就有意见来表达 对不对 来先等一下 我们就先 你们先稍安勿造一下 我们先看看 邝超刚刚听到了这个一个校长的谈话 是龙是凤 对不对 校长来背书 而推荐你的校长就在旁边 现在压力很大了 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说实话自己非常开心了 毕竟是 这个全国的话 得到这个名额的 最多也就只有90名同学 而且对我们副庄而言 就是一名同学 得到这个莫大的荣誉 我感觉非常开心 同学自己也有点觉得 有点意料之中吧 意料之中 我觉得我是有这个实力去竞争的 所以我提交申请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 我是有相当大的实力 能够冲击这个机会的 所以很开心 但同学自己也觉得 是不是太多意外 你刚刚说意料之中 来意料之中 你说到实力来 你说服我 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 我要你自己嘴巴说出来 我要全球华人介绍你自己 来感谢你掌声一下 对 我们其实一直在呼唤 我相信刚刚讲了 我们一直在呼唤 说我们的年轻人 在国际舞台上 来讲展现这个自信 我们就看一下 框超是黄校长特别推荐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 中国新时代的年轻人 来请 OK 那新时代年轻人第一点 特别是对于90号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一个个性张扬 那我不妨张扬一下 我觉得个人 如果说哪些优点的话 可能一大原因是因为 我的学业是算比较优秀的 我三年以来 我的综合发展的话 应该说在全联系是第一名 我是理科生 但我认为我的文科成绩 说实话 我对文科的兴趣 远大于我对理科的兴趣 OK 这是我的学业发展 然后在 总有脑都很平衡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再就 综合发展 我不希望 高三我毕业的时候 只是头上带着一个 所谓的年纪低的一个光环离开 我认为 那我高中三年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在高一进去的时候 我就认为 我的发展必须是综合的 我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的 所以在学业的同时 我觉得一些课外活动 一些所谓的领导力 什么组织力 什么的培养 我也是积极的去 抓住机会去培养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 其他一些综合方面 我的发展应该说还不错的 来我先看一下 当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往回头看一下 当局反对牌的再举一下 就是当你自己 你本来其实在你们学校那边 是毫无争议的 因为太棒了 所以我的这些成绩 结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你看到就像这个社会当中 很多人对你举反对牌的时候 我看你的EQ 就你的心理是怎么反应的 能够平常心面对吗 说实话 引用一下毛泽东那句话 任凭风吹浪的 我自闲庭幸福 哇这么能够云淡风轻 我这有点想不错 说我凭量心而讲 凭量心而讲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完全 我都没跟他接触过的 因为我就要测试 他到底真实的反应是如何 我想有一段 我很好奇 王校长 您在跟邝超 有没有进行面谈 是的面谈 您可不可以还原一下 当时的时候 后来决定是他 那个整个过程 你的对话 可不可以让我们全球华人示范一下 好不好 这个邝超同学呢 是附中的一个 优秀学生当中的一员 因为他综合数字也比较好 他的学科也比较优秀 实际上呢 他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特长的 这个特长是什么 就是作为校长 我认为这个同学是 同龄人身上 还不太明显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极其强烈的 使命感 责任感和理想主义 这个我们也认为是北大 你是我们心中的圣地 你应该遭受这样的学生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邝超 成绩不是在学校排第一 对 但他某个学科 非常优秀 很有潜质 您这次推荐他吗 我觉得李先生 你把这个问题 刚才好一点误解我们王校长的意思了 我认为他认为我的特质 不是在于成绩方面 你刚才是提到的是 是咱先把这成绩摆在一块 但OK 排出去 您现在应该什么 首先是全财 我讲了 你理解的全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综合素质高啊 你还全校理科排第一啊 但我认为这其实是我的另一方面 王校长刚才提到的是另一个方面 如果你要没有这个 肯定 王校长在这边 就是如果假设他不是这个成绩第一 那个后半段的什么责任感就不会出来 对 那点 好像没 sell到 照识